前知名电竞选手TWIS近日面临严峻的人生转折 他因涉及非法药品案件而一审被判刑四年两月 此外,他还与另一位电竞选手统神爆发了公开冲突 在这一连串事件中 TWIS于12月5日晚间宣布退出电竞圈 并在直播中砸毁了自己的英雄联盟世界大赛冠军戒指 表达了对自己在电竞圈仅有负面影响的认知 紧接住,在12月6日台中高分院宣布了TWIS非法药品案的二审判决结果 法院最终驳回了TWIS的上诉 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即四年二月的有期徒刑 TWIS本人并未出席宣判 但此判决对他来说无疑是有意重大打击 尽管他在二审期间提出了自己在过去两年内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的证据 包括30至40张感谢状 并主张这些是他为贡献台湾所做出的具体行动 但这些努力并未能改变法官的裁决 由于TWIS涉嫌的罪名性质严重 以及他面临重刑的事实 法院认为有必要继续限制他的出境和出海自由 根据刑事诉讼法 法院在询问TWIS及其辩护人后 决定从12月2日起在延长陷进陷海的期限8个月 TWIS于2021年9月因涉嫌贩卖非法药品被捕 同年11月底以150万台币拒报停压 但仍受到出境和出海的限制 一审台中地院认定他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因而作出了判决 如今随着二审的结果确定 TWIS的法律之路仍可进行上诉 TWIS的这一系列事件对于他个人生涯以及电竞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退出决定和法律案件的结果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这不仅是对TWIS个人的一个重大转折 也反映出社会对于公众人物行为和法律责任的严格态度 TWIS的案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 引起人们对于法律 道德和职业选手责任的深思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中华电子竞技运动协会最近举办的星光电竞大赏 本应是电竞界的盛事 却意外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议 元首TWIS作为神秘颁奖嘉宾 这个决定让另一位知名电竞选手统神 在台上公开表示不满 甚至怒斥TWIS是贩毒狗 这一言论在场面上造成了一时的混乱与失控 对此TWIS于昨日晚间开启了直播 以回应这场典礼上的一连串事件 他的直播迅速吸引了高达6.7万名观众观看 TWIS首先向所有人道歉 包括他的粉丝 观众 主办单位 集邪办单位 他承认自己确实有错 表示自己当时是厚住脸皮出席了典礼 在众多观众期待他对统神进行回击时 TWIS却出人意料地表示统神是对的 并赞扬统神在场上的表现 认为这是为了娱乐效果 更令人震惊的是 TWIS在直播中表示自己不再配与电竞圈有任何关系 在深思熟虑后 他决定从此与电竞这两个字划清界限 紧接住 他拿出了2012年英雄联盟赛季世界大赛的冠军戒指 在向过去的同事和合作伙伴一一道歉后 竟然直接用锤子将这枚象征荣耀的戒指砸毁 TWIS在猛敲戒指数次后宣布 今后若有任何电竞相关活动都不要再找他 表示自己对电竞圈只有负面影响 并自嘲说自己对于电竞圈就像一只老鼠 这一举动让观看直播的网友们感到震惊与心痛 TWIS在直播中播放佛经 与六万多名观众一同聆听 许多网友在留言中表达了对TWIS的同情和支持 如本来是想上来笑笑的 看到椅子这样真的很难过 好心痛啊 当年的冠军戒指 TWIS于2023年12月5日傍晚宣布离开电竞圈 六万人见证佛教台心在低血 感觉TWIS真的很伤心 TWIS的这次直播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也是电竞圈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他的行为和言论引发了关于电竞文化 职业压力和个人责任等多方面的讨论 这一事件将会在电竞历史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也让人们重新思考电竞选手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压力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023年的星光电竞大赏 在4月日的颁奖典礼上 演了一幕令人择舌的场面 原本应是电竞界年度盛会的庆典 却因为前电竞选手托子刘伟健和知名网络实抗主 电竞选手亚洲统神张家航的冲突而变调 这场纷争的导火线正是主办单位意外的人选安排 在娱乐效果奖颁奖环节 由Twist作为颁奖人 而得奖者则是亚洲统神 两人曾因2021年天涯明月DOWM的推广活动中发生冲突 两人进行了一场有益赛 赛后书方需更改游戏名称 统神败给Twist后 Twist要求他将名字改为Twist狗活赖皮猪 统神不满此要求 仅将名称改为垃圾职业盖帮 引发双方争议 随后统神在直播中质疑Twist的尊重态度 对名字更改表示不满 Twist指控统神的公司检举骑士矿影片侵权 并要求统神必须改名才会撤销申诉 统神回应Twist的指控 并于社群媒体上发文反击 而现在主办单位将两人安排同台 统神一登台便情绪失控 公开斥责主办单位 并将邀请函甩向Twist 愤怒的统神不仅如此 甚至还再次上台对Twist进行痛斥 他质疑Twist涉及非法药物案件 并强烈表达对其出席活动的不满 这一幕令典礼现场陷入极度尴尬的气氛 主持人徐展元和电竞主播搜罢张轩奇 试图平息紧张情绪 但情况已无法挽回 统神的妻子陈卓军003 也在台下公开质疑主办单位的行为 显然对此次活动的安排感到不满 典礼后 主办方透过社群媒体发文致歉 表示未能充分考量安排的周全 对于造成的困扰表达歉意 他们强调反对任何人碰非法药物 并对于网友在社群媒体上的反应做出回应 TESA中华民国电子竞技运动协会也特别澄清 该活动从未接受政府补助 完全由萧李市长个人赞助 对于活动引发的争议再次道歉 这次的争议不仅震惊了电竞界 也引发了社会对于公众人物行为的关注和讨论 TOS和亚洲统神的冲突 反映出电竞圈内的矛盾与不满 同时也暴露了电竞活动在规划与执行上可能存在的问题 对于参与者和观众而言 这是一次难忘且教训深刻的经历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